据传将坐镇本周快南微神席的郑爽不来了 而顶替她的是由留学归来的谢娜 随后据知情人透露 小爽目前一直在横店拍摄古剑奇谈 不参加快南完全是因为档期的原因 但记者却从其他渠道了解到 郑爽缺席快南的原因另有内情 其实郑爽真正缺席的原因 很有可能与他近日公开宣布恋情 以及承认整容有关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郑爽对经纪公司来说并不是一个听话的艺人 因为一直被宠加上星途一直很顺 所以比较任性 他决定做的事情和想说的话 别人怎么劝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 就像上次接受采访 关于他和张汉的恋情以及整容传闻 听说他是在完全没有和公司做商量的情况下说出来的 这是据说让张汉的经纪人也非常恼火 参加快南的是本来天云内部是有奖的 但是最后换成了谢娜 估计也是因为这个 而另一方面 谢娜的加盟虽然有芒果台老王卖瓜的嫌疑 但昨日在接受媒体微信群访时 谢娜的搞笑能力就让众媒体对于他的微神功力大为期待 我想把四个小伙伴连同何老师和韩哥都拉黑 可以吗 怀孕的事也不怪我 以后吃饱了 一不穿紧身衣 二不跟人拍照了 这些诙谐的回答让一众记者爆笑不已 库六娱乐新闻问您 只容李报道